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我们要来查考摩西第二篇讲章的结尾 记载在《生命记》第26章 我们先来看1到4节 他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 见当时做祭司的 对他说 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任 我已来到耶和华 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 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 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 摩西吩咐说 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 第一次收割庄稼的时候 为了纪念和感谢神 带领他们来到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应该把各种土产 最先收成的那部分 拿去献给神 而且要把献给神的出手之物 放在篮子里 拿到神指定的圣索 交给值班的祭司去献给神 这个圣索就是后来 建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这一栏出手之物 也是神赐福的名证 证明神很信实 他应许的话都实现了 在接着的五到十节 摩西吩咐他们 在献完感恩祭之后 要向神背诵一段感恩的话 其中的内容主要是 回顾他们的祖先 怎样先在巴旦亚兰 后在埃及过寄居的生活 甚至是过着被压迫的生活 当他们这样回顾之后 再比较一下定居在迦南地的情况 必定会格外感谢神 我们也应该常常回顾一下 神怎样把我们 从被罪恶捆绑的生活中拯救出来 让我们享受在神家中的丰盛恩典 我们就会更多感恩 更少埋怨了 在二十六章十一节 摩西要神的子民存着感恩的心 邀请居住在他们当中的立位人 和寄居的外桥 一同欢乐庆祝丰收 我们以前已经提过 立位人不会分到地业 因此不会有农产品 寄居的外桥更是不会有 所以神要以色列人特别邀请他们一同欢乐 这真是个仁慈的举动 除此以外 在接着的生命纪二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那里 再次提到 神吩咐以色列人要为立位人而有十一奉献 给他们实质的帮助 我们来看十二节 每逢三年 就是十分取一之年 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 要分给立位人和寄居的 与孤儿寡妇 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 这节经文可以和前面的十四章 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对照着看 前面那段经文说到 神要求以色列人 在每三年的最后一年 把当年土产的十分之一 运到城里来存起来 用来帮助住在该城里的立位人 孤儿寡妇和外桥 这些没有地业的人 神要求他的选民 在丰富的时候 不忘记有需要的人 要向他们显出爱心 这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 十一奉献只是 神对旧约时代的子民的基本要求 到了新约时代 神更进一步要求我们 尽所能的奉献 我们来参考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和七节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一个人对神越有感恩之心 就会越乐意多奉献 而神也应许会使他们得到越多的福分 这是许多爱神 爱人的基督徒 有过的体验和经历 我们还注意到 神要求他的子民 在献完规定的十分之一之后 要在神面前背诵一段话 就写在生命纪二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 他的内容有点像在发誓说 神啊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把该给立位人 寄居的和孤儿寡妇的奉献 都拿出来了 我没有拿去做不当的用途 祈求你因此 照你的应许 赐福给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 这样的背诵很有意思 这笔只用看着或听着的印象 更加深刻 生命纪二十六章最后的四节经文 十六节到十九节 可以说是摩西第二篇讲章的节语 摩西向以色列人总结说道 神已经清楚明确地 把他的律例和典章告诉他们了 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是神的子民 也真的去遵行神的吩咐 那么耶和华就会按照他的应许 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子民 除此以外 神还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十九节 又使你得称赞 美名 尊荣 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 并照他所应许的 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 你看 这是多么荣幸 神要给以色列人超越万民之上的尊贵地位 他们是属于神的圣洁之民 基督徒是神的新子民 同样有义务顺从神 也同样会享受到顺从神 所带来的尊贵地位和福分 现在我们要开始查考摩西在生命纪里面的第三篇讲章 写在二十七和二十八章 主要讲到神给选民咒诅的警告 和赐福的应许 在二十七章一到十三节那里 神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众长老和百姓说 当他们将来一进入迦南地 就要做三件大事 二到四节记载了第一件大事 你们过约旦河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 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 漫上石灰 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 你过了河 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 你们过了约旦河 就要在以巴露山上 照我今日所吩咐的 将这些石头立起来 漫上石灰 神要他们把神的律法写在几块 涂了石灰的大石头上 立石为祭 其实这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 雅各他们做过的事情 目的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摩西还特别吩咐 要在以巴露山上立起这几块大石头 神吩咐他们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五到七节 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 筑一座石坛 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 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 筑耶和华你神的坛 在坛上要将凡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又要献平安祭 且在那里吃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巴露山上造一座祭坛 献祭给神 神规定要用天然的石头来造祭坛 这跟迦南人拜偶像所造的秋坛不一样 神要以色列人拆毁一切的秋坛 免得受到异教的影响 他们却要在天然石头造成的祭坛上 献番祭和平安祭给耶和华 有关这两种祭的规定 可以参考历位祭一章和三章 至于第三件要做的大事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看十一到十三节 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 你们过了约旦河 西缅 利未 犹大 以撒加 约瑟 汴雅明 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 为百姓祝福 刘汴 迦德 亚瑟 西布伦 但 拿夫塔利 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以巴鲁山上宣布咒诅 摩西提醒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之后 要有六个支派 站在基利新山上 宣布祝福的话 另外又有六个支派 站在以巴鲁山上 宣布咒诅的话 目的是要他们记住 遵守神的约会多莫蒙福 而违背神的约 又会多么悲惨 可能有人想问 爬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怎么可能 让上百万的以色列人 都爬到这两座山上去呢 如果是去爬 我们一般所见到的山 的确没有可能 不过 如果去以色列 看过这两座山 就会非常惊讶 我们以前介绍过 这两座山 位于迦南地的中央 以巴鲁山在北面 吉利新山在南面 两座山的形状非常相像 这两座山的山脚 互相连接的地方 有两大片平原 所以以色列人列队 站在那里毫不困难 真是太奇妙了 在生命纪二十七章十四到二十六节 摩西指示列位人 到时候要先向以色列众人宣布 谁会受到咒诅 列位人每宣布一条 以色列众人就同声说阿们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上万人一起说阿们的声音 会有多么响亮 在会受到咒诅的行为里面包括 在暗中设立偶像 轻慢父母 挪移临设地界 使瞎子走岔路 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屈望正直 与继母行淫 与寿迎合 与异母同父 或者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 与岳母行淫 暗中杀人 受贿赂害死无辜的人 不遵行律法 一共有十二种行为会被咒诅 这些行为都是在当时的异教徒当中 非常流行的 耶和华不要他的子民跟着去做 免得使自己败坏了 神要用咒诅来警戒他们 以强调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至于咒诅的内容 就写在接着的第二十八章 下次会查考到 我们发现 受到咒诅的十二种行为 都违背了十条诫命当中的一条 换句话说 神的子民只要好好遵守神 所颁布的十条诫命 就不会招来咒诅 我们是活在新约时代 主耶稣吩咐我们去遵守的命令 比实界更加有深度 例如我们不但不可以杀人 就连心里恨人都不可以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写着 主耶稣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所以啊 我们如果能够遵守 主耶稣的命令 不但不会被咒诅 而且还会蒙神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